NEO聊世紀 美麗都更新 大家好 是NEO 今天要來看瑪扎爾人 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好 那很久不見的超級隨機又來啦 這場比賽我也沒有看過 而且這場村民的開局人數是六村喔 非常多 所以一開始我可以蓋這個伐木場 那看起來這場地圖跟阿拉伯差不多 但是外圍有個細節喔 就是它可以捕魚喔 那如果想要捕魚的玩家可以找找在外面蓋一下伐木場 由於我們是天梯這個上帝視角的關係喔 所以呢 他們是不知道這個外圍喔 是有這個魚可以補的 所以呢 這個 還沒一開始喔 伐木場應該只會下這裡 我來看一下他們的視野 就知道 暗迷夢一片 怎麼繞都覺得 哇 這根本就是阿拉伯吧 等他們看到邊境的時候就會發現 欸 這不是阿拉伯喔 就會嚇一跳這樣 然後就會有嘗試 可能會想要去捕魚之類的吧 但我覺得這裡要捕魚其實有點偏困難喔 因為主要原因 因為你發現的時候 可能已經快要上到封建時代了 這時候你要想要再去捕一個伐木場 去外面開始伐木 想要把這個樹木打掉可能有點為死已晚了 所以我可能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去蓋TC 然後去蓋一堆村民去伐木 把這些伐掉 然後去捕魚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這邊的時候 又要再捕魚的話 效率其實就沒這麼好 可能就直接去撒農田就算了 所以呢 這張圖喔 如果有去記超級隨機的所有地形的玩家們的話 那這張圖是有一定的機率喔 去讓你捕到魚的 但很可惜阿 這兩位玩家是沒有背圖的 應該說 正常來說都是沒有人去背圖的 超級隨機的地圖其實是 也沒到那麼隨機阿 其實就是那幾張圖一直在換 那哪一張圖就不好說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馬扎人 那馬扎人的話 他這隻文明喔 最大的特色是可以一擊必殺野狼喔 而且他的兵工場的義工喔 這個近戰義工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他的步兵跟騎兵喔 都是免費升級的 打赤猴的話 封建時代有一定的優勢 就是免費150肉 升上去這個一攻的赤猴非常強勢喔 通常你就可以多按對方兩隻赤猴的意思喔 所以你打赤猴戰也不太容易輸 而且後期要轉什麼裝甲塔 初期轉裝甲塔轉赤猴都是一個不錯的搭配 但是這樣子肉會非常吃緊喔 而且馬扎人本身也沒有什麼經濟的加成 所以大部分時候馬扎人都是打一個赤猴開局喔 所以裝甲塔弓 然後再加上赤猴轉 這個是有點太硬要了 但是如果能打得起來威力非常強大喔 有這個一攻的話大家應該都會很優感 好 那這邊馬扎人主玩是打一個極速升風劍 18P就上了 那馬扎人後期喔 可以打這個反驅攻喔 反驅攻的話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科技喔 可以讓馬攻射程加1 攻擊力加1喔 攻擊力最高射程最遠的裝馬攻喔 就是有馬扎人拿下了 好那這邊對手直接打了一個條盾棒棒 應該條盾人的棒棒的話在黑暗時代沒什麼特別的能力喔 只要到城堡時代才有這個增加異防的效果 所以這邊棒棒可能很難做到事情 這邊圍一下圍一下 血量少了趕快再圍 OK這邊棒棒決定要放棄打架 這邊可能就直接靠房子無能狂怒 好上面一個軍營 這龍TC應該是故意撞的 想要他收村 好 時間經營補向 但這邊有點被拖到的感覺喔 這裡沒有辦法遞時間去下到這個馬舅 有點小虧喔 因為他又多了一個伐木場 基本上這個伐木場有點是太硬要下的 其實可以不用那麼 那麼早下 等這個馬舅下完之後 再去下伐木場就好 可以先吃家裡附近的這個木頭 因為有時候家裡木頭的資源喔 也是可以好好利用 讓自己經濟也不會太差 畢竟這個領地裡面 放的領地的資源是安全採集的 好這邊棒棒扣幾下 有時候爆了 那目前我們來看條頓人吧 那條頓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 他的農田有非常便宜 所以前期的經濟上來說不會太差 他這裡這裡在幹嘛 這裡怎麼萬人收村 沒在動 哇這邊尷尬 這邊可是為了空棒棒 有時候1800分左右的玩家 很容易出現這種事情 他們好像快要2000家了 好這裡棒棒硬扣村民 會拿到一村嗎 棒棒是有機會追到村民的喔 好這邊赤猴卡一下 OK這邊細節做得不錯 拯救了自己的村民 那這一村能跑得掉嗎 這裡就要繼續跑 對 赤猴過來打一下 去打 這邊棒棒不還擊 爽吃 OK換掉 好 那條到這邊 待會經濟撒農田之後 就會開始比較有明顯優勢喔 不然前期的話 是跟拿著的經濟是差不多的 好那 那條到這邊是打一個 封建時代生雙 雙農 雙農 這個 一伐木一農 那馬渣也是 那應該是最近喔 看到這個職業比賽裡面喔 有這個很多的人喔 打這個經濟 開局喔 都有贏喔 反正是打強軍士 輸得好像比較快的感覺 當然打強軍士也是有贏的 我覺得強軍士 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件壞事喔 而是蠻看這個 狀況去判斷要不要打強軍士的 那你判斷好的時候 怎麼打怎麼贏啊 而且 基本上 打強軍士的 判斷只要對的話 勝率是非常高的 那這種職業賽事裡面喔 你如果打強軍士的話 基本上就是沒有後期門票 但是如果你打農的話 你後期有門票的話 就有一定的機率 可以跟對方拚輸贏喔 然後這個是 強軍士跟開農型的差別 就比如說 你是一個2000家的玩家 結果你跟世界冠軍BIPER打 你打強軍士的話 你100%是沒有後期的 但是 如果你打農的話 你可以有 20%的後期可以打 而且有一定的機率可以打贏 所以對於是打 你會打後期的話 基本就是在買個樂透的概念 前期雖然可能打不太贏 有可能會被打爆 但是如果你打後期的話 就是 你擁有挑戰 對手的一個 後期贏的機會喔 當然後期的營運喔 或是一些對打來說 也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這個也是需要升練的 那我覺得基本上 新進的玩家 你只要會經濟開農的話 就很有機會可以打到後期 好 那這邊 對手防守條盾打得還不錯 那條盾大多的時候 是打一個火槍 被騎士或步兵的一個選擇 那對於馬渣的這種馬功文明 他其實是比較難受一點點的 不然就是要打這個鋼鐵甲 工程器的單位 防禦增加的一個效果 然後去出一些奴炮啊 投資車之類的東西做反制 因為馬渣人是沒有這個火炮可以用的 所以條盾可以利用這一個科技優勢 去做反制 會比較適當一點 這邊直接拉一隻牆壁 戳掉一隻肉馬 在肉馬裡終於被解掉 但馬渣的家裡已經還算不錯了 發展不錯了 好 兩邊準備升到城堡上 稍微加速一下下 用兩杯數來看 這樣比賽好像打了快一個多小時的樣子 喔 有點好奇喔 可以打到一個多小時的 超級隨機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那這張地圖其實跟阿拉伯差不多 黃金樹看起來是 不用有太多也沒有太少 但是一樣要控圖啊 控圖也是相當重要的 那目前條盾拉了很多槍兵到外面 揉揉手 看一下能不能搓到一點東西 這邊有遇到一隻天空熊 熊熊 這邊先升到城堡時代的是 由馬渣人先到 先開在外面的TC 哇靠 我才在說城堡時代這邊 開TC挖出去可以捕魚 結果你還真的要去捕魚啊 但你挖穿應該也差不多 快到帝王時代了吧 OK 但他這邊馬渣圍加圍得還不錯 比這個 這個 條盾人好很多 條盾人一定是沒有這個 意識到右邊這邊可以圍死 他地圖沒有探好 好 那條盾打算打生頭戰術喔 聖旅加頭子車 然後後面有長槍兵 哇 雙修道院 最針對的那種 因為他招馬渣很容易打騎士喔 然後這一隻 聖旅直接被赤頭抓掉 非常賺 兩隻 騎士想要硬上 但有點危險喔 這槍兵雖然你太多 那城堡時代 馬渣爾遇到對方條盾 打槍兵是很難受的 因為對方的重槍兵 有這個預防的天生效果 坦度十足 非常難產 既是垃圾兵 也不適合這麼好對付 好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把對手這邊的進攻能不能打出一些破口出來 那正面的話 這個石牆趕快尾 對趕快尾石牆 尾這個城門可能是會有點來不及 尾石牆是最快的 好這裡直接頭車反制 但對方高打低 血量殘血活了下來 再繼續修 這邊再復犯一次 兩台頭車直接被換掉 但這裡至少用騎士補了刀 專門把這台頭車給換掉 上面這個馬就有點危險喔 血量非常低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準備要打出一個洞來 直接修修不回來 直接被鑽了一個洞 歐里雪 後面有一個聖女出來做板子 那我不太確定馬渣的人有沒有這個 475 救贖思想可以用 如果救贖思想的話 這邊對方聖頭戰術 最好方法就是 好 用這個475 然後再加上 少量的戰毛兵 或者是投撤 戰毛兵可能不太好吧 不然自己也出一些奴炮啊 或投撤 但其實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全出奴炮就差不多了 沒有太必要出到一些奇怪的單位去反制長槍兵 不然出弓兵其實也可以啦 不然就是直接出馬弓 但這個馬弓時間點很有可能會被砸爛 如果不想這麼快的話 出戰毛兵稍微打一下也是可以的 但我有看過一個打法 就是直接你也出 這個 長槍兵 兩邊互戳 然後配牲頭這樣互打 好 那馬渣這邊出馬渣標騎兵 火車砸一下 這邊想要先把這個燒燈砸掉 但對方投車並不願意 對方這樣做 那這邊對抗伸頭的很好戰術 就是挖出一棟城堡擋住 這個擋法非常關鍵 因為對方就會知道 裡面有城堡 就不會想要繼續強攻 反正開始會轉一些經濟路線 你看這邊 橋中開始轉3TC出來 就不會繼續打強攻 反正這裡就可以 家裡可以守住 這邊再稍微些拉一下死橋 就差不多了 這邊他點了一個 招對方生理的科技 唉唷 直接招走騎士啊 唉唷 這邊招得不錯 最後一秒的時候 直接招騎士 不是招 唉唷 這邊又高打滴 再度換來一台頭車 條盾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然後長槍兵直接搓爛 這個馬渣爾的標騎兵 這個就是出標騎兵的一個問題 這邊出標騎兵主要的 用途是要來打對方條盾家裡 看條盾家裡的長槍兵防守一直還不錯 沒有什麼問題啊 長槍兵直接可以頂住 應該是問題不大的 這邊騎士上來硬騎 頭石車 頭車直接被解掉 哇 我怎麼覺得馬渣爾這邊很虧啊 被對手還半 本來換了很多台的這個頭車 這跟寶也沒有插人家TC 有點虧啊 這邊至少要插這個位置吧 對不對 你插這個位置顯得有點空虛 但是他這邊是想要守石頭 唉 微妙微妙 好 那上到帝王時代的是馬渣爾這邊 馬渣爾上帝王時代要考慮打什麼呢 打風路線嗎 但數量要堆疊夠多 欸這邊是要來打一個步兵嗎 裝甲步兵想要來解 但我記得 馬渣爾的步兵是偏爛的 因為他沒有三防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馬渣爾轉常見兵是不是很有效果 這邊頭車一直打很煩啊 再打一下 OK 一換二 爽賺 這就是砸TC需要小心的事情 很容易沒有碰到就直接沒了 好 頭盾直接也在前線建立中城堡 想來直接巨頭高地開拆 這邊是滴地喔 所以目前條盾的一個地形就是還是蠻大的 好 這邊直接開拆 然後再 TC 雖然TC也是拆掉 但是這邊 要怎麼繼續進攻呢 好 果然這邊形成巨頭大戰 那這邊雙手劍兵已經升級好 攻擊也是全滿 我們剛剛講 這個馬渣爾有免費的攻擊力提升 到了帝龍時代三攻勢直接免費給 基本上只要提防禦跟劍兵勇士升級 還有跑速 還有縱火技術這幾個科技 就可以用了 還有這個攻擊 好 那對手條盾直接研發了救贖思想 直接招建築物跟投資車 正面劍兵勇士直接開砍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正面對局 正面對局感覺挺有料的 那這邊對方勝率直接開招 不管3721劍兵勇士未招 但投資車也能招到的感覺 哎呀 完蛋了 直接叛變啦 這個投資車 哇 這邊條盾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三旅戰 用的零零禁制 好 但正面 距影頭11 數量來說是55開 我覺得正面可以考慮 直接用劍兵勇士直接上前硬A 並不一定要讓對方直接更硬打 因為現在劍兵數量夠多 而且攻防全滿情況下 直接考慮直接硬打會比較好 這邊硬打 讓對方距影頭10機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輸出就好 然後這邊劍兵直接往前送 反正對方的急兵打起來沒那麼痛 雖然沒有三反還是差了一點點 好 那這邊收掉全部的巨頭 但對方有條盾武士的關係 下面條盾騎士 條盾騎士直接上前一戳 但是由於雖然太多 還是不敵對方的劍兵有事啊 喔 這邊直接砸掉 喔 這個隕石術打得不錯 好 那馬大成功的使用自己的劍兵勇士 反打了回去 這波反打我覺得相當漂亮喔 因為這個急兵是不好解的 但劍兵勇士確實很好解決 但如果現在只要條盾展出 條盾騎士的話 這裡就不好打了 直接捅爛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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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邊數量開始沒那麼多的話 條盾騎士還是很難扛正面的 還是扛了一段時間 這麼多人圍毆一隻 還可以慢慢反打 那條盾騎士的基本傷害非常高 14加2 雖然他移動速度慢了一點 但打對方的劍兵勇士 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馬大這邊 下面拆了TG之後 沒有繼續進攻 反而是專注打家裡 因為他知道這邊巨頭出去 可能也會受到很大的一個危險 然後變這個換家換的蠻有趣的 好 待會這邊也可以補一棟城堡 好 稍微來阻止一下對手的一些建築物 然後可以建立一個高地防守 好 正面條盾直接拿劍開頭 好 這邊起兵 稍微反思一下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劍兵友是直接上前開尻 家裡也沒有任何一棟城堡 這裡劍兵友是可以長驅直入 但是還是很害怕箭矢傷害 好像TC射起來還是有點痛 這個步兵沒有三防 就是害怕TC 什麼遠程傷害都怕了 防護太薄弱了 好 條盾騎士 努力抵抗對方的劍兵友是 這邊極限打印式3滴血 哇 好 劍兵友是持續爆出來 來 條盾這邊嘗試要來打劍兵友是嗎 唉唷 但是條盾的劍兵友是比較坦的喔 因為他用三防 而且天生地獄時代是加二防禁防的喔 只要攻擊力先提升起來 這個傷害起來劍兵友是砍起來就會痛 就能稍微打回去 但是馬扎爾這邊再偷偷轉出馬攻路線 終究還是要轉出自己的本業 好 這邊 距離頭11可能會被條盾騎士直接收掉 收一收收收 OK 那條盾騎士是很怕箭矢傷害的 還有火槍這個東西 但馬扎沒有火槍喔 但有這個反驅弓 有反驅弓馬攻的話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邊 距離頭11是不是送光了 我們看一下 稍微拉遠一點 好 目前條盾的劍兵友是也快要升級好 只差後面的升級而已 那最後升級需要750肉 需要非常貴 這邊木頭可能要轉一些肉出來會比較好 OK 這邊上前硬尻尻 兩邊直接互打 但這邊馬扎爾的劍兵友是居然不夠多 直接被雙重劍兵給尻爛 OK 好 那左邊馬扎爾確實也沒有捕魚 他也知道上到帝龍時代 誰還要捕魚啊 對不對 都2023年了 帝王時代了 還有人在捕魚嗎 對不對 應該還是有 哈哈哈哈 那這個捕魚效率喔 帝龍時代就真的沒那麼好 好 這邊馬攻直接過來有點難受 好 條盾現在沒有任何單位可以防守這裡馬攻 這邊村民只能瑟瑟發抖四處逃竄 好 現在村民術稍微拉近了一點點 條盾這邊下降剩120分左右 好 左邊這邊頭車繼續運閘 這邊建築物也差得快差不多 上面有TC 那炸爾這邊就去射擊 家裡這邊建兵直接走出去 OK 朝隊努力抵抗 三公尊補向 哇 好亂好亂 這個戰況非常混亂 這邊想要再圍一下 想要主主對手這邊過去 繼續騷擾伐木的村民 但這邊建兵有事依舊不能解決 很煩 正面建兵有事直接開始往前亂送 這樣不太行啊 不會被條盾反打回去呢 雖然我覺得有點困難 但好像有機會的 好 馬扎爾終於轉出了品種 不然這個品種沒有血量太少 好 血量偏低 好 起司低血 好 中轉馬攻要存點肉會比較好 差點點得上 好 馬扎爾這邊空圖還不錯 這邊增個城堡 下面這個金礦處也可以爽爽嗎 條盾這邊反而是有點開始缺勁的狀況出現 這邊耕種技術也補下了 縱火技術也OK 條盾這邊補下了奇兵的三級鎧甲 看來是要出一些刺猴之類的 他黃金快不夠用了 再就一出騎士可能會乾掉 因為條盾是沒有青騎兵可以用的 但是我覺得一些特定的情況下來說 馬扎爾 遇到條盾的話 條盾還是要出一點刺猴來用會比較好 即使自己的青騎兵刺猴偏爛 沒有黃劍的情況下還是要按一點 有黃劍的話當然按騎士最好 這邊是直接要投資了劍兵勇士 而不是要來打刺猴 果然轉出一些工程器奴 奴炮 其實條盾蠻適合打工程器的 尤其對方馬攻阿 或是戰矛奴兵的這種情況 自己出戰矛很容易打輸 打工程器的話確實有點不會設立 然後近戰再靠近的劍兵勇士 再加上條盾騎士之類的去防守 會更好一點 正面直接做一個反打 這邊劍兵勇士終於升級好 馬扎爾的劍兵勇士直接被反殺了回去 上方的劍兵勇士繼續亂竄 馬扎爾這邊也轉出了馬鎧 馬鎧直接升級好大肉 我們要來打寶兵嗎 若是我就想要打寶兵 這個寶兵馬扎爾標旗兵 升級銀貫不需要黃金也是蠻好用的 而且對工程器有無外傷害 剛好對付對方條盾要出工程器的情況下 哪扎爾標旗兵是很好的一個肉碼單位 這個城堡 輸出的蠻舒服的 但是我們要看這個劍兵勇士的防護力 非常高 雙防護力 好像疊得出這個薩金特衛隊 這邊在砸 你們要想要砸巨頭 但應該沒辦法 馬扎爾的馬弓數量已經飆起來了 反驅弓還沒有點下 這邊肉量果然太多了 這邊大魯馬可以蠶式做個輸出 這邊劍兵勇士抓到一堆發呆村民 哇這邊屠殺 讓馬扎爾的村民下降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 村民術應該不需要這麼多了 這一波攻勢 沒有造成條盾非常巨量傷害的關係 精進又標回來了一點點 但黃金素依舊沒辦法補下 這是他最後的金礦處 這個金礦沒有的話他就要斷金了 挑戰能夠做一個最後的掙扎嗎 這邊劍兵勇士直接上前開拷 想來守私城堡 只有少量劍兵勇士14隻 能擋住嗎 馬弓要不要南下救一下 可以玩南下了 成就一下這棟城堡 不然城堡社會的機率會被砍掉了 好沒救了 這個要送光了 好這邊果然出了一些赤頭出來 但赤頭還是真的有夠廢 好得慢 送光光 村民覺得好像給條盾清奇兵 好像還能接受的感覺 這邊覺得給條盾清奇兵覺得太強 現在覺得好像還好 畢竟有大羅馬的文明了 真的是輕鬆屌壓 好馬弓直接上高地 這邊清奇兵直接硬吃疾病的傷害 損失非常慘重的疾病數量 好這邊馬弓卻也沒有在繼續輸出疾病 反而是打後面的刺口 正面直接被擊兵戳了過來 然後這邊要來反制對方巨頭 哇靠這個巨頭又要被拆掉 這邊又可以修得回來了 尷尬尷尬 阿達爾這邊馬弓沒有控的非常好 但這邊原地也是開火 射掉非常多的弱馬 跟後面支援的條盾兵 在調整這邊要完全轉垃圾兵來打 打垃圾兵的話會有個缺點 激動性跟侵略性都不太夠 正面很容易打不贏 但現在這個組合 確實可以counter到馬扎爾的一個組合 就是弱馬配馬弓 看到他這個單位都是很害怕這兩個垃圾兵的 那馬扎爾也出一些戰毛兵來防守的話就不錯 因為如果他打垃圾兵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打贏條盾所有的垃圾兵 因為他的戰毛可以打擊兵 擊兵打贏的話 在後面去打戰毛兵的話 對方戰毛兵也沒有三級射 理論上來說的話 出垃圾兵是可以全部反打回去的 都不會太差 打久的話 數量夠的話 也不會說哪去 但現在馬扎爾的軍隊數量還是在200人口 那可能再花更多的人口數 去轉戰毛 還是要出一點弱馬 配上這個馬弓 因為馬弓速度還是比較快 OK 這邊蜘蛛出了還是有點效果的 找到一些馬扎爾的村民 但這邊感覺有點空不太過來 現在馬扎爾想要從下方攻擊 這邊升好了這個裝甲衝車 這張衝車想要硬拆 但是這邊清奇兵怪姐還擠得蠻快的 這邊肉馬想要進去騷擾 但家裡一直有疾兵在防守 這邊條盾防守還算不錯 兩邊打到非常久的時間 時間快來到0小時 這邊做一個護打 你看這個條盾的刺頭 硬到爆炸 這就是為什麼說 條盾的刺頭還是要出一下的原因 對付村民還算是綽綽有餘 近防武可不是蓋的 村民怎麼打的都是1滴 好 這棟城堡中的拆掉 馬扎爾中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突破口 可以做個進攻了 雖然下方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地方了 但他覺得這裡這面離家太近了 還是要先毒根一下比較好 現在發生了點暫緩攻勢 好這邊再次轉出了劍兵勇士 這邊要轉出劍兵勇士的話 條盾人會很難受 既然條盾這裡沒有黃劍狀況下 只能垃圾兵 但劍兵勇士是垃圾兵殺手 這邊擊兵上前一戳 劍兵勇士是垃圾兵 劍兵士是垃圾兵 這邊清潔兵 我只是清潔兵 一般之後上前一套 落馬直接換掉了一台劍兵 還是相當賺啊 好 現在要發變了垃圾兵大戰 但是馬扎爾的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好 戰保兵的水量開始堆疊起來 好 三防也補下了 哇 馬扎爾終於意識到自己沒三防 很軟是不是 好 這邊千騎兵一直來下方騷擾 打得馬扎爾有點反 到處都有千騎兵在鬧 好 正面馬扎爾的軍力還是略勝一籌 正面依舊是可以打定的 被拖馬弓解不掉很煩啊 好 這邊幾兵上前一戳 戳掉了一些馬弓非常賺 就是要這樣子啊 戳掉了一些 好 上方繼續在騷擾 正面開始潛壓進去 條盾這邊感覺是在做最後的掙扎 這裡沒有黃金沒有工程器 正面部隊也打不太贏 對面的劍兵我是讓他非常難受 轉戰保兵感覺也不太對 轉之後打也打不太贏 這邊直接打出一句句 果然垃圾兵大戰最後還是打不太贏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吧 經濟看一下差不多就知道原因了 那這邊是馬扎爾的食物 引了一點點 木頭是輸了一些些 兩邊經濟量看起來差不多 但黃金上真的是 馬扎爾控圖控的比較好的關係 拿到了非常多的黃金的資源 所以後面打黃金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場比賽我覺得條盾人這邊的矽角 應該可以直接著騎 轉出這個奴炮或頭車 或是這個城堡先往外蓋 控圖會比較好一點 他這邊太想要強勢打強攻的關係 導致後面經濟稍微輸一點點之後 然後控圖第一時間沒控好 讓對方先控下來 然後後面就被打出黃金場 然後最後輸掉了比賽 所以這個遊戲在遊戲的中後期 控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黃金真的是要趕快早期拿下 對自己會比較健康一點 這個經濟上來說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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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